好,各位朋友,又回到黑木崖的節目 前兩節我們也講了很多有關佔領中環 佔領華爾街的運動背景 其實上一節有些總結 其實這些一切都是歸結到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問題 我最記得就是我最近聽收音機才算 我還聽到有些人其實未將問題完全展開 例如我們說零八年金融風暴 很多人都會說最壞的是什麼 我媽媽也會這樣說 一開始爆發的是什麼 是因為那個房貸問題 有些美國佬根本是沒有錢的 他沒有薪金的 甚至是他真的沒有薪金的 但是銀行也借錢給他 借錢給他買樓 借錢給他買傢俬 借完可以再借 借完可以再借,好像不用黃 我媽媽就說你這樣借吧 當然是垃圾 所以最壞的就是美國佬 但是回到一旁去問一個問題 其實美國佬借這麼多錢 那是為什麼呢 他就是為了消費 就是買東西買樓 但是我們又記得前十年 就是以前二十幾年 中國的經濟崛起 最著名的道路就是這個 export 就是出口的發展 出口道向的發展 就是簡單來說 如果大家有做過廠 或者做過程度 聽過客人都知道 就是做很多東西出來 就買給美國佬 買給Walmart 就是最大的了 如果你跟公司接到一條 但是Walmart 那就很大便 很開心 但是呢 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美國佬可以有這麼多錢 去Walmart買東西呢 說到最後就是因為他借錢 因為他的實體經濟 事實上不是真的這麼多 他是要用大量的那個信態 就像林先生剛才說的 其實因為那個購買力不在那裡 因為一般人 簡單來說 如果你說美國也有分兩個階級 美國有錢老 有錢老 有錢老是有很多錢 那他就靠什麼賺錢 他就靠金融工具 現三碗 炒炒炒炒炒炒 這個香港人也很熟悉 就是過去十年來 香港沒有什麼生產的 香港生產了樓價 所以他就很有錢 其實錢就是在老子裡 其實美國老子差不多 他生產的東西就是在股市 在衍生工具那裡 但是一般人他就未必投入股市 但是他怎樣呢 他就透過一些借貸 然後借貸可以再被包裝 又可以給一些有錢老人 再炒過 然後這一種這樣的金融生態 製造了很多未來錢出來 先使未來錢地就買中國貨 然後最搞笑 然後中國又買回他的債券 於是我們看到全球的生產和消費鏈 就連結在一起了 簡單來說就是中國人做的東西 賣給美國人 然後美國沒有錢 於是他就要借錢 然後向誰借呢 就是向中國借 所以中國人就借錢給美國老子 就給錢去買我們的貨物 這個全部都是先死未來錢的概念 香港人有一句說話說得很好 出得來走 就預料要還 所以 最後就不知道誰要還的時候 就會爆了 現在霸就爆了 如果是這樣說 全球金融資本主義 並不是說是美國老衰 還是中國人民突然升值 或者不知是誰的問題 美國老衰 但我們都要搞清楚 是否所有的美國老 所有美國人都是很壞 還是我們少數 好像佔領那些朋友說 就是一個percent 或者為一個percent 服務的政府 國家 他們是始作俑者 這個是一個問題 另一個問題就是 俗語說 一隻手就打不響 你要兩隻手就打得響 就是美國 固然它美國的資本主義 是現在爆了煲 出現了危機 但是如果中國 它不是通過去 出口道向 不是賣東西給美國老子 或者去買它的債券 那些 它是採取一個所謂進步 甚至是阻翼的社會主義的政策 而言 其實這個危機 正正是一個全球 一個去反思 或者去改變資本主義的一個契機 但是現在事實上 中國它表面上是很繁榮 它甚至說自己崛起 盛世 但是事實上它自己的政策 一方面它就是 基本上它是和外國 美國 歐洲的大財團 大資本 其實是寸通一氣的 這個是一點 另一點就是它的財富 總量當然是增加了很多 但事實上它那個貧富懸殊 也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就是一般的中國人 如果我是做廠的 我在三角洲 甚至我進去富士康 我做十個小時做八 做十二個小時這樣 根本我也不知道我自己 享受著這個所謂中國崛起 享受了多少 實質有多少 雖然它表面上 或者有些人 可能他們心目中都會覺得 哎呀我們都是富裕了 我們作為中國人 我們自豪了 但是事實上 如果看清楚它自己 大多數現在中國的工人 農民 尤其是農民工 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 事實上 從這一點上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資本主義的危機 雖然是在美國首先爆破 但是呢 其實如果沒有中國的官僚資本 或者私人資本的支持 國家的支持 的話呢 根本就沒有可能 可以繼續延續到那個生命 延續到今天 但是這件事其實 整個來說 總結一句就是 我自己覺得 其實在整個這樣 串通一氣的過程裏面 得益的就是 就是美國的資本 或者美國的政府 或者歐盟 但是中國呢 是少數的官僚資本 或者私人資本 他們是得益的 而犧牲的呢 犧牲就不單是 美國的普通工人 就是中國的工人 包括虎視光的工人 美國工人就失業 並且要借錢導入 是的 中國工人就是 他有份工 但是呢 他就是 做十個小時 十個小時 就是這些去工廠的工作 而且他的工作 就是比起那些 現在那些 就是大有錢人 他的生活 事實上很明顯是 就是越來越差 所以 就是 這樣看下去呢 就整個圖像 可能就會比較清楚了 就是 整個圖像 整個矛盾 就不是 美國 VS中國 或者就是 美國去VS歐盟 絕對不是那麼簡單 而是 一方面就是 全球的一個percent 無論中國 也好 美國歐盟也好 他們的利益 另一面呢 就是99 美國的工身家庭 中國富士康的工人 或者 就是下江的工人 國企的工人 和歐洲的那些 青年學生 青年的工人 他們在這個制度裏面 就最後變成了一個輸架 所以這個 我才認為這個才是真實的圖像 而我們要去挑戰 要去質疑的 就是這一種這樣的 公義的制度 這個當然 但我有一點補充 其實 其實我不覺得 師本家真的贏了 尤其是很奇怪 就是說 其實 譬如 2008年金融海嘯 這樣才算 其實 第一 師本家是呆了的 譬如 九人師歡 他不覺得會發生這件事 即是他不知道會發生這件事 很疼雞 原來發生了之後 他在想的就是他如何救自己 即是他如何在華人 現在很明顯是一個混蛋 但是混蛋怎麼辦呢 於是他想出一些想法 譬如印銀子 譬如叫中國買國債 譬如叫中國買國債 譬如買國債 大家不認識 譬如這些 或者軍事上更加顯示他的白錢 是的 在利比亞或者伊拉克 或者是用這些 即是震懾其他的 江澤民 或者 默克爾 你看到我 還是很把炮的 你一定要買我的東西 買我的債券 即是用軍事力震懾來 顯示他的實力 但譬如這樣的政策推出之後 我們看到 其實世界越來越不安全 其實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一些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戰的影子 就是當時都面對著很大的經濟危機 然後那些國家又走上了一些 很慌亂的道路 有一些少許弱石亂頭 即是他們是想 馬住自己這樣的 既得利益的地位 所以就 做很多一些很激動的事情出來 譬如 譬如要顯示自己的軍威 或者甚至乎挑動一些 對小型的戰爭開始 去到最後要變成一個 即是世界大戰 然後才收科 其實都不能夠收科 其實就收不到科 但是另外 我們又看到 現在這些金融的 這些處境又令到我們有別的 譬如我們對於 自然資源的進一步剝奪 更加影響我們的環境 譬如 其實 坦白說 我不知道中國大陸的所謂有錢人 當他們這樣剝削自己的 即是 一般的百姓 或者再剝削環境的時候 他們得到些什麼 坦白說 例如 杭州越住越差 即是 食品安全是 更多國美 錢富 便要財富 我們都未聽過 很多大陸的有錢人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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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搬到哪裏 便搬到香港 即是 大陸不太好住 那些東西不太安全 但賺就賺大陸錢 他就賺在那裏 但他變成一個 無根的 支援家 即是 他去不到其他地方 他就周圍流傳 因為他把自己的家都破壞了 所以 這是一個很惡毒的 是一個運作 到最後 即是 如果你這樣玩下去 即是 如果世上磨一片城土 那 支援家是可以去哪裏 我想這件事 就是 就是 Daniel 你說得很好 即是 去到這種 這樣的溫解點 我覺得 正好 就讓我們去 重新 去發現 這個 反資本主義思想的傳統 當然 反資本主義在裏面 有很多不同的 就是思想流派 但是 我自己認為 或者我所相信的 就是 classical Marxism 或者叫做 古典馬斯主義 絕對 絕對 絕對不是說 就是 毛澤東 詩戴林 甚至 金正日 那些 就是 由馬克思 列寧 或者洛沙禄森堡 國南西 開創的 這種 社會主義的傳統 我覺得 到今天 正好 讓我們 重新 去發現 而 有一點 是很重要的 就是 我覺得 大約一百年前 有一個德國的女革命家 亦是一個很結出的馬克思主義者 就是羅沙奴森堡 羅沙奴森堡 有一句很出名的說話 就叫做 不是社會主義 就是野蠻主義 他 他的意思 是 他的意思 就是 如果你再放任資本主義 發展下去 就會變成世界大戰 現在事實上 就是變成一種世界大戰 而且是兩次 到今天 當然 我們看到 局部的戰爭 是 無日無日 但是 大國之間的戰爭 例如美國 對德國 這種 大國之間的戰爭 我個人認為 其實 到今天來說 可能性 應該是 未消除 但可能性 是減少了 主要的原因 就是 那些老闆 都覺得 每一個國家的統治者 和大老闆都覺得 我為何要把餐死 然後去摧毀整個市場 倒不如我們是 串通一力氣 大家有錢 大家賺 好像美國 美國和江澤民談好 大家賺錢 現在的發展模式就是這樣 但這個絕對不表示 資本主義 是和平了 或者好了 或者覺得人民可以接受 為什麼 沒有戰爭 沒有大的戰爭 但是有小的戰爭 其一 其二 就是經濟的危機 令到我們 其實 生活越來越沒有保障 隨時裁員減薪 第三 我們的自然環境 越來越差 所以到今天來說 我覺得 羅山路心寶 說的那個 不是社會主義就是野蠻 仍然是很有意思的 如果我們不是去爭取 一個所謂平等的 沒有階級壓迫 沒有資本家為了 那個職類資本 賺更多的錢 去運作社會 而變成一種民主的社會 變成一種 不單止有政治上的民主 不單止有一人一票 而且還有經濟上 在那些自然資源 大的生產資料 那個運作都是由這個 普通社 在生產和資源分配上 都得到民主 是的 如果不是這樣 你將資本主義繼續放任 去發展下去 其實他就一定會變成野蠻主義 所以另一個思想家 說得很好 就是那個本雅明 Benjamin 說得很好 即是說 其實激進的 不是社會主義 激進的是資本主義 即是資本主義 其實是 你再放任他 其實他會自己衝向毀滅 羅生豪生寶 那個說法已經很明顯 其實我們說到尾 所謂的資本主義 其實不是一個主義 我們不是有人談出來 不是有人說 我們應該是這樣 而且最麻煩 如果我們剛才這樣說 其實資本主義 其實大陸已經很明顯見到 即是他不停地破壞自己的自然主義 不停地破壞 令到自己的社會麻煩階劫 其實這是什麼 其實他就是最不理性 即是如果我們說 資本主義應該是 是最理性的 最有效的 那麼他的有效和理性 就是要破壞 餅又做大 做大了之後 自然會分餅 他就 用了在破壞我們的世界 這次的時間差不多 下一次我們回到 說回最具體的問題 就是究竟現在 在佔領中環的朋友 或者佔領華爾街的朋友 他們想怎樣呢 他們面對這個 超越主義的處境 他們可以做什麼 下一步可以做什麼 這幾個月 各個月 雙方